春节期间什么时候收运垃圾民众都很关心 其实在新庄地区这个部分 大部分已经交由各里办公处来处理了 民众有空的时候一定要看这个时间表 不过中泰里长郭树林还是要呼吁大家 一定要配合这项政策才能够过一个干净的好新年 随着农历春节脚步逼近家家户户都在大扫除 当然大家也很关心春节期间垃圾收运情况 而新庄区最新的轻运情形已公告 2月6号小年夜和除夕这两天垃圾除余滋收 皆正常收运外也加强轻运 至于初一至初三大家都放假 所以各地才定点服务 初四后就一切恢复正常 我们那个新庄区清理队排在2月6号 就是除夕的前一天他要加收垃圾 从下午1点到3点20 第二次的收垃圾是晚上正常收垃圾 除夕当天也是第一趟是在早上8点就开始 第二趟是从下午1点开始 另外大年初一到初三停止收垃圾 可是我们清队有特别安排在定点回缩 在我们中港地区排在中港路以及中华路的交叉路口 时间是每天的上午6点到8点 大年初四以后恢复正常 里长表示其实春节收运时段已行之有年 大家也已经习惯 其实我们清队对规划这个已经规好几年了 所以目前这几年来状况还蛮好的 你们都会遵守这个 在春节期间 唯物涉及的环境卫生 不要乱丢垃圾 其实各地配合春节收运时间 让环境维持不错 也希望接下来休假期间 市民朋友们依然可以让垃圾不落地 加户垃圾别丢气户外 还给大家清新空气和环境卫生的好市容 记者新庄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